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称台湾是钻石台湾 是因为它是一个压缩的空间 跟压缩的时间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压缩的空间呢 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岛屿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事实上它包括了 从高山一直到平地到海洋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看我们从玉山 三千九百五十二公尺 然后我们从寒带 从温带 从负热带 从热带等等 一直到海平面 陆地上有多精彩 海底就有多精彩 那我们看到在这么小小的地方呢 它其实是包含各种不同的气候 所以它的气候 它的地质 它的地形 甚至在海洋 它的这个洋流 变化这么多 当然 在这个岛屿上的生物 当然它也是多样性的 所以它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 多样性的动植物 那在海底也是一样 那所以呢 我称它是一个压缩的 这个空间 为什么称它是一个压缩的时间呢 我们看 这个以美国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历史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它们的农业时代 就是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 进入工业的社会 到20世纪 进入这个 这个资讯的世界 然后到21世纪 进入这个科技奈米的世界 那我们看看我们台湾 在1950年代 我们是什么的社会 1950年代 我们还是农业社会 所以我们从 1950年代的农业社会 到1970年代的工业社会 到1990年代的 这个电脑资讯社会 到2000年以后的 奈米数位 我们其实它的进展 是非常的快速的 所以我称它会是一个 压缩的空间 跟压缩的时间 所以造就了台湾 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 它是非常的丰富 多样性的生态 造就了多元的文化 它多样性的生态 跟多元的文化呢 我就称它好像是一颗钻石 钻石呢 其实如果你没有把它 切割没有磨光 没有各个角度的时候 它充其量 只不过是一颗 只不过是一个矿石而已 但是经过你去磨光等等 它就像一颗闪闪发亮 那么多角度的一颗钻石 台湾也是如此 台湾其实 我称它为钻石台湾 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可是在过去 我们并没有插量它 所以它是一个矿石 但是最近从1987年解研以后 各方都尽全力把台湾的这个DNA 台湾的美都呈现出来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像一颗钻石 闪闪发光 当然我称它为钻石台湾 并不是没有内容 那在下面我就会跟大家介绍 我这个钻石台湾的内容 那我们看台湾的陆地的面积 占全世界的百分之0.023 但是它的多样性 我们有很多的 动植物它的多样性呢 特殊性 却占全世界的百分之10 所以以百分之0.023的 这个面积 能够有百分之10的 特殊性跟多样性的话 事实上在全世界是很少有这样的状况 台湾拥有丰富的地理环境 多元的文化族群 就像这个钻石的各个切面 闪闪的发光 那我们从地理的环境 从面积 从主要的山脉 我们的玉山 阿里山 雪山 海岸山脉 到我们的地形 高山 丘陵 台地 平原 彭地 到灵带 热带 富热带 还有温带 寒带 灵等 那我们七地和物种的多样性 是世界之怪 那这就是表现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台湾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有很多的 自己拥有的珍贵的 这些元素 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如果从自然的生态面 再从文化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些相片 好 下面 好比我们的这个高山群 我想在东南亚很多的国家 如果你要在 像在台湾这样 找到台湾这样一块 保地是很难的 我们可以邀请外国朋友到玉山 然后在一天之内 我们可以到海岸 那这在国外 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 他们都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但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殊性 那我再讲一个就是说 好比我们是鸟类的王国 属于台湾 特有种的鸟类有16种 那你会跟我讲 这有什么稀奇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特有种鸟类 没错 好比你如果到中南美洲 你也是看到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鸟类啊 但是你如果要找到16种特有种的话 可能你必须要旅行 在中南美洲好几个国家 甚至到欧洲到美国 你要花费差不多五六个月的时间 你才可以看到16种 但是你在台湾 你在三天你运气好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特有的 我们的这个竞争力就是在此 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特有种的宝贵的 不管是在生态方面或文化方面 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这个小岛 我们的这个高山群山 你如果要爬山 要旅行 要休闲的时候 这是在其他国家做不到 这唯有在台湾做得到 所以我们看这些高山 真的是台湾最美丽的地方 接着我们看我们的海底也一样 我们在海底也是有很多特殊性的 那例如我们这个澎湖的这个 这个玄武岩 还有很多的地方 它都是非常的特殊的 那你要到澎湖去看 一天之内来回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现在又有高铁 所以如果我们从想要看珊瑚 我们到这个南方澳 然后呢 接着你说那我要到墾丁去看 因为有这些专家学者 他就想要看 我们就坐着高铁 他看完这个墾丁的珊瑚 他回到台 他说真的是很神奇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因为在南方澳的这个珊瑚 跟在墾丁的哈海域里面的珊瑚 它是不同的 所以他们会赞叹说 在这样一块宝地 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看得见 那当然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得见 但是他必须要 有很多的这个时间 跟他必须要 这个到其他的国家才看得到 下面就是我们的山林 例如我们的七栏山 我们的扁薄 我们的块木 他可以讲在世界上 可能不是最大片的 可是他集中的最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好几千年前的树木 都凌历在那里 所以你到那里 你可以看到 这棵树叫做孔子 为什么叫孔子 因为这棵是出生的那一年 就是孔子诞生那一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司马迁 或者是 这个 也有看到 好几个都是我们历史上的名人 唐太宗等等 他很多树都有这些名字 他给这些名字 其实就是让你知道说 这棵树有 他的年纪有多大 可是对我们来讲 当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一大片林立在那里 那这就是台湾的竞争力 那例如我们右下角 这个黄花奉仙花 你到玉山才看得到 那这也是台湾的特有种 好接着下去 那例如我们的樱花钩文龟 樱花钩文龟是 冰河时期留下来的 那现在他在台湾还看得见 那这个就是非常的宝贵 另外例如我们的 这个绿席龟 绿席龟是世界特有种的 受保护的海龟的 五种之一 你们知道在台湾的附近海域 可以看到五种里面的几种吗 大家一定不知道 就是五种 所以台湾称它为钻石 事实上是真的是有它的这个本钱 全世界有五种海龟 是特有种的海龟 在台湾附近的海域 你就可以看到五种 另外例如像帝制啦 或者是蓝富贤等等这些 都是台湾的特有种 那大家一定不知道说 像帝制啊 它的这个 这个羽毛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一根羽毛放在这个灯光下来看的时候 那个羽毛有稀有酥的部分 有酥有蜜的部分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一颗星的这样一个形状 就是它每根羽毛都是有一颗星的这样一个形状 那这就是它特殊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特有种的鸟类 它的颜色 它的鸟叫是什么样的声音等等 这其实就是源自于台湾的DNA 如果是音乐家的话 它就可以透过这个鸟的声音 然后它经过它的内化 然后它创造出来的曲子 例如法国最有名的作曲家 Olivier Méchon 他就做了很多的作品 叫做鸟制 他就把全世界所有的鸟 他都去这个等于就是听一听 然后把它记下来 然后它把它谱鞋成的这个曲子 它就变成是世界上有名的鸟制 那像台湾 它是没有来台湾 如果来台湾 它听台湾的各种鸟的不同的声音 它就可以记录下来 然后它可以来做创作 那这个就是说 源自于这块土地的DNA 经过艺术家们的体验转化 然后它可以用音乐 它可以用文学 它可以用诗词 它可以用戏剧 它可以用戏剧 它可以用舞蹈 各种方式呈现出来 那那个就是代表 我们台湾的艺术 那接着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多元的文化族群 那我们的原住民 台湾的历史 我们常讲400年 其实台湾的历史不止400年 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 有文字的跟无文字的时代 无文字的时代呢 它就包括史前 还有就是原住民的时期 那有文字就是400年前 就是从这个河西 明镇 清零 日据 一直到我们现在 那原住民什么时候来到台湾呢 原住民在约六七千万年前来到台湾 那当时 当然他们都是口语相传 所以就是没有文字的记载 因此呢 我们如果要了解我们台湾的历史文化 应该是从史前时代就开始 那我们有没有证据 有啊 例如我们现在很多的出土文化 这个悲难的这个出土 我们在这个台东看得见 又有十三行文化 十三行博物馆 或者是大奔坑文化 原山遗址等等 这些遗址里面都是可以告诉我们 在多少年代以前 台湾就有人居住在此 而且是有也他们的生活的文化 那原住民呢约有四十八万人 是南岛语族的一员 共有十三族 我们对于原住民的了解不够 其实原住民你如果每一族去看他的时候 他从他的语言 从他的祭典 从他的服饰 从他的这个 这个工艺品 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例如我们如果说到阿美族 我们就知道他是能歌善舞的一个族群 如果讲到泰雅族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他们的吻面 我们就想到他们的织布 那例如他们这个彩虹桥的故事 其实在泰雅族 他是非常特别的 那他就讲说 泰雅族的人呢 他们在过世的时候都要穿过一个彩虹桥 然后在彩虹桥的末端呢 就有两只螃蟹他在检查 他检查你脸上有没有吻面 因为吻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 非常这个重要的 就是在十七八岁 如果你孩子知不知的好 男孩子打猎打的好 他们才可以吻面的 那也就是他们的一个passport 那像这样的文化 如果我们去了解 又例如悲男族 例如三下族的矮灵记 为什么会有矮灵记等等 诸如此类 如果你去持续去研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完全都有很大的不同 异中有同同中也有异 那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文化的可贵之处 那再来是河洛人呢 是明天时期移民台湾的最大中 以泉州人和漳州人最多 那我们如果以河洛人来看 我们就是有很多从中原带来的文化 他包括了音乐舞蹈戏剧各方面的 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的时候 他也是种类非常的多的 那客家人也有450多万人 于17世纪前夜 自广东福建来台 那客家人也有他们的特殊的文化 那再后是新著名是1948到1955年接 大批军公教人员 约200万人 所以国民党政府签台 那这一次的签台 他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各省 所以他把各省的特色都带到了台湾 也促进了像我们现在台湾一个多元的发展 不要提别的就光于美食来讲的话 台湾的美食其实就是因为在战后新著名 他们来到台湾以后所带来的 那跟我们台湾的这个进步一起发展 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那事实上台湾的文化 它其实是包容性非常大的 好我们看一些图片 例如我们左上角呢这就是排湾族 这个服装最漂亮的就是排湾族 那他们其实在头上带着 不管是有老鹰的羽毛啦 或者是山珠的牙齿啦等等 这都是象征着他们的阶级 那百合呢就象征成洁 那像这些所有的东西 它其实都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这个灵感 那右上角他们要出去打猎钱 他们就会唱猎歌 左下角呢这个就是碑南族的 那右下角这个就是泰雅族 从他们的这个支部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楚 那所以这次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们的十三族 它从服饰从各个祭典来看 他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接着下面我们看的是我们汉族 汉族的说唱 汉族的南北管 那除了这又有客家八音 那又有各种歌仔戏后场音乐 那我们的宗教也有我们的宗教音乐 所以它是非常多元 而且非常丰富的 好接着我们看 那客家讲到客家 我们就想到客家的三哥 那客家的艺年节 他们的艺民庙 还有他们的蓝衫 还有他们这个妇女特别的书的那个法饰 还有他们的服装等等这些 都是有他们的特色 接着我们的新住民来到台湾以后 其实刚才我有讲过 就是说从美食方面 他们带来很多的变化 但是不仅如此 例如中国的我们的昆曲 我们的京剧 在台湾深耕以后 它其实发展一个新的局面 那这个就是说 像昆曲我在做文件会主委的时候 出版了全世界第一本昆曲词典 就是在2002年出版的 那这个昆曲在台湾 它的发展其实就是弥补了 过去在文革时代 这个在中国大陆 它的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 把一切切断的时候 其实很多保存的工作都是在台湾 所以台湾是拥有很多的保障 那我们也看到京剧 从亚英小吉 从郭小庄 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 那个牡丹亭的 这个青春版 那白仙勇 他整个的 把这个整出戏呢 做一个最新的表现 但我们也看到 这个 他的未来的一个生命 以及他未来的一个发展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就是看到 就是说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 台湾在经过这么多的 这个不同的政权以后 它其实是应该说是更丰富 而且应该就是说 它是要有包容性的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文化 所以刚才我也有讲到说历史的台湾 好我们现在到历史的台湾来讲的话 我刚有讲过台湾于一万至七千年前 进入新时期时代 16世纪卷入人类大航海时代漩涡中 此后在原有的史前级原住民文化 就加入了西洋东洋跟中原的文化 好接着下面我刚讲过 我们历史文化应该是从五文字时代 到有文字的时代来看 那我们如果这个历史的脉络 看得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发展 就有很多的了解 好接着下面的图片 都是史前时代 从地里面挖出来的一些文物 再下面是河西明镇时代 河西明镇时代 最近我还发现了好几张 这个摄影的相片 其实是代表这个荷兰人 他来到台湾以后 他画台湾人民生活的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从很多的文物当中 从留下来的书画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 好接着 那右下角这个是小云山庄 这个是台中县小云山庄 那当时呢 他有一万两千册的这个书 那在清朝的时代 其实他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国立图书馆一样 很多文人都是在那边去看书的 例如那个很多秋逢甲啦很多的举人啊很多的这些文人都是在那个时候会去那个地方看书的啊 那再来就是日治时代 日治时代呢 我们看到就是在1895年的时候我们把日治时代分成武力抗日跟非武力抗日的时代就可以看到在武力抗日的时代有很多的不管是直三岩事件 叫八年事件物凤事件等等 然后非武力抗日就是成立了台湾这个文化协会 其实在当时他们也希望从台湾的文化来分别跟日本的殖民统治不同的地方啊 好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民主革命的运动呢 让台湾经过了这个社会运动民主运动到了现在的现代的台湾 好那我们讲到现在的台湾呢我们是要唱自己的歌在1970年代文化觉醒啊 我们有很多的呃这个文学的运动呃带动了民歌的呃这个滥伤 我们在这个淡江大学呢他们就说要唱自己的歌喝自己的乌龙茶 那所以从唱自己的歌穿自己的衣服写自己的历史到享受自己的好山好水活出自己的生活方式 现在台湾凭借着许多无可取代的优势透过深耕与开拓招引迈开脚步与国际接轨行收21世纪一个新的形象 我们要唱自己的歌要穿自己的衣服写自己的历史最重要我们的好山好水是自己要去享受的 嗯在过去我们常常都看到很多人他到国外去旅游啊也许对巴黎对纽约对伦敦都能够狼狼散口 其实对自己的呃这个呃这块土地认识并不非常的深但是近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在各个地方啊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呃去找寻啊 啊那个呃不管是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好山好水那我们也看到最近我们的民宿兴起等等等所以台湾现在的台湾其实我们要讲的是一个生活的美学 我们生活的方式好那例如呃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要到台湾要吃一碗牛肉面他们要上101好或者是他们要坐一下高铁或者是他们想要呃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在文件会主委的时候曾经建议呃那个新加坡跟这个香港很多旅游界来到我们台湾当他们问起在文化生活方面我要呃介绍他们什么时候 我都跟他讲说台湾的文化夜生活24小时不打压好那我当时就呃建议他们说来台北我说你们呃中午过了两三点到达台北然后休息一下晚上你们可以到两厅院或者是到城市舞台或者是到新舞台或者是到呃呃这个呃市民厅去看表演看完表演后你们可以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以后可以到这个木炸 哦去喝茶哦去喝茶喝完茶以后可以到成品看书看完书以后可以到那个附近南路吃青州小菜吃完青州小菜就已经超四五点你们可以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拳哦打完太极拳你们可以到去喝这个永和豆浆喝完以后你们可以回到旅馆去休息那我当时只是呃替他们想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没想到他们真的就列入他们的一个行程 后来听说那条线还很很叫做哦那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在整个亚洲的城市哪一个城市他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文化的夜生活24小时不打烊其实台北是很具有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的哦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推动我们自己文化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自己要先享受自己的文化自己享受完了以后我们还要推动我们的 一个生活的方式让其他的人来来欣赏所以呃可能你说到巴黎可能去看铁塔到纽约要看什么到我们台湾是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要能够吸引人但是要吸引人之前应该要先吸引自己所以我们是要自己来经营的哦那例如有一些硬体的建设像台湾的文学馆在台南哦他是本来的台南周厅现在改为文学馆 就是左上角那里哦那文学馆里面呃珍藏了些什么文学馆里面珍藏我们台湾的作家生长在台湾的作家从赖和杨奎哦到这个像呃这个呃三毛哦他们有很多的手稿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呃呃可以看到他们的手稿可以看到他们的书桌可以看到他们的笔 所以我现在很担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电脑这么发达 这个文学家都不写手稿我说以后我要收藏什么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而且要写写写毛笔字哦 真的写一首好字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现代艺术的创作哦那呃呃我也常常跟很多作家讲拜托你们写用用用用这个笔写以后我们才有手稿哦才可以留留给下一代人看哦 其实从每一个人写的字可以呃呃看出他的性格他的思维还有很多呃呃是可以去研究的啊呃呃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宝好接着例如我们又呃呃下面就是这个英格陶瓷博物馆再下一张好那像在宜兰我们现在有有这个传统艺术中心他占地22公顷哦然后有19个建筑物里面包括最现代跟最传统 最传统当初我们在建那个的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希望像鹿港这样小街的这个氛围能够在这里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有一个民意老街在那里有一些艺师哦那那边也有一个戏棚那个戏棚就是过去的戏棚但是我们有一个表演厅是最现代的表演厅那在国际会议室里面他其实的装备是最现代所以也就是说我常在讲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原厢时尚什么是原厢就是从这块土地呃长出来的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呃文化那时尚是什么时尚就是说你应该要是跟国际沟通的所以你创作出来的东西你的生活方式你要展现的东西是全世界人都能够了解而且他能够接受的所以原厢时尚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创造我们 这一代现代台湾的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哦那在这个呃传统艺术中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传统的保存在那里但是我们也把最创新的也展现出来所以在那里呢呃刚好是东山河哦那当我们在呃建那里的时候也就想到哎像在呃这个意大利的呃威尼斯哦有贡多拉哦有船夫唱歌 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船啊所以各位在黄昏的时候去坐一坐啊好听听音乐事实上那个享受也是呃不输在国外的哦那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如果好好的经营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大的本钱的哦那再来例如我们到下一张呢就是呃是在美农哦那像台湾的呃这个呃陶瓷器呢啊例如在苗栗有花桃窑哦在中部有 水里蛇窑在南部就有美农窑哦那除了美农窑以外在美农附近他又有烟厂他有他的客家的生活的习惯然后他那边又有一个黄蝶翠谷哦那所以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地方的特色把它经营起来的时候台湾真的到处都是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哦那我看到现在欧盟欧盟现在有27个国家哦 他们在建立一个欧盟的公民意识的时候他们是用文化来做的所以他们每年都选两个文化首都哦那文化首都呢就是把他们的文化呈现出来然后他们选的绝对不是大的城市他们都选小的城市哦例如呃今年是这个呃英国的利物浦去年是卢森堡哦那明年是德国的埃森那这些小城市呢像埃森 它是一个钢铁的城市小镇它以前是呃呃呃著作钢铁最大的地方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呃这个工业的城市它都没落了所以你到那边你可以看到乌七妈黑的一片但是经过这几年他因为要成为呃这个欧洲的文化首都所以他有很多的呃这个新的做法他把这个城市变成是一个艺术的城市了那这也就是带动了欧洲一些小城市 城市它的兴起那在台湾呢我都认为像北部的淡水哦那像中部的鹿港像南部的美农他都可以用一个小镇的他特有的这些文化呢能够把整个城镇的看作是一个博物馆来经营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有这个吸引力了啊好那接着下面呢例如我们的很多的文化哦呃呃右下角呢是我们的茶道跟文化的 我们的音乐的结合那现在我们的茶道呢台湾的茶其实还没有称到道啊就是说我们在喝茶的这个呃这个仪式当中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南北馆加入那我们还有背后他的这个呃设计啊空间的设计呢其实已经位为一一股这个潮流了啊那我们在国外我上次在2003年也在呃纽约的林肯森特的户外办理这样一个活动 那本来我们跟天人合作那呃呃相信那天大概有两三千人会来所以我们准备一些茶宴没想到那天来了五千人连树上都爬的人在看哦那我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这么受外国人的喜欢哦所以呃呃事实上我们自己拥有很多的宝贝可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从1987年以后渐渐渐渐渐的每一个人都有从他的领域里面呃呃 可以讲就是说更云出本来我们就有但是被忽视的许多的特色呢现在慢慢都汇集在一起了啊还有我们从1月到12月所过的这个节庆是最吸引人的那我们也应该讲说在华人世界里面我们也是保存的最好的啊那所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哦我们的台湾其实他有很多的元素所以我认为我们台湾是可以呃 期许自己变成是一个创意的台湾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努力不过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所以丰富的文化土壤可以孕育创意的种子创意的研究与作品可以带给自己幸福的感觉吸引世人敬艳的眼光好我们看下面一些呢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DNA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产品当中呢啊下面一张例如我们做一些呃这个呃生活中我们所要用的 陶陶陶附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呃这个书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面具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品棚草它是属于生态的哦那这些呢都能够让我们看出它是有台湾的DNA但是我们又把它设计成最现代的哦让现代人能够接受的另外例如我们的这个兰花的花器可以跟着兰花他的这个样式还有他整个的不同的这个型态能够创作出 不一样的这个话气 那例如 这个苗栗这个公管箱 鹅肉桩呢 有一次我到了他们那里去的时候 刚好是中午的时间 那我们觉得 他的鹅肉非常的好吃 不过他是用保利绒的 所以我就 请问说哪一位是这个老板 我就希望他们老板呢 是不是可以改变他们这个容器 那个老板很忙 因为人很多排着队 他就跟我讲卖岔啦 他就这样跟我讲 后来我旁边我的同仁就跟他讲说 老板这个是文件会的主委啊 你还叫他卖岔 他就关于什么味道 我现在不可以去 后来我就拜托他说 你是不是可以改 他当然不能够接受 可是我不死心 因为我觉得要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升 就是应该能够从这个 基本的生活里面去改 尤其这种平价的这个餐厅 如果能够改革更好 所以后来我请我的主秘去苗栗三次 然后说服他 然后来做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容器 这个我们的这个陶瓷器 那当时呢 我就请地方上的艺术家 大家一起来想说要怎么做 他就我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 他想半天 我们现在盛产柿子 红柿 起柜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做 事事如意 然后就生产了两种不同的这个陶瓷器 他后来呢 就是说客人到那里去吃的时候 除了吃他的鹅肉还买他的这个这个陶瓷器回去 所以他后来很高兴啊 那又例如我们就是从 呃呃在做e party 台湾e party 我们已经办六年了啊 那我们就是请所有的这个支部的厂商 还有就是设计师们啊 我们给他特殊的课程 让他们认识台湾 那认识台湾 除了就是说 专家学者他们特殊的啊 来讲说 好比林怀民先生 蒋迅先生 或者是刘克湘先生 还有这个很多的 每一个领域的这些 呃对于台湾特别了解的 他们都给这些人上课 上完课以后 我们就给他很多的资料 请他从这里面转化成他要创作的东西 所以织出来的布也不一样 做出来的形态也不一样 好 例如左上角那个 那时候我们做出来的 那一件衣服的布料 他是呃 从台湾的八家匠的那个 那个颜色里面去创作出来的 那当然这这个很多的这个服装秀 因为没有办法看到 很仔细看到他的这个花纹 跟他的织法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 不过每一块布他都有一个台湾的DNA 好 接着下面是那个 呃 两位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在巴黎 大家可以看右下有这个 他就是取自 他那年的主题是用原住民 十三族原住民的图腾 去做他的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很多 呃 看不太清楚 但是他每一个都是原住民的元素 那呃 那次在巴黎的呃 这个服装秀 我也有去参加 他就是很特殊 然后他也在后来在巴黎开了店 现在也在那边 哦 就能够落脚 而且变成是一个品牌啊 好 接着下面哦 这个就是八家匠啊 那当初呃 他们在设计这块布料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八家匠很多的图片 DVD给他们看 然后他们设计出这样出来 好 接着下面 例如我们台东 我们的史前博物馆跟 十三汉博物馆 有一些出土文化 好 下一张 那我们从那里面也可以 就是怎么样去转化成 我们要创意的东西 在下面呢 就是樱花钩稳归 那在下面是用焦纸桃 来做的一些作品 那我们在下面 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初我们认为台湾的这个花窗 花窗啊 它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看 呃 欧洲很多的品牌啊 它弄出来的东西有很多简化 好像LV啊 或者是很多他们的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 如果你看我们的花窗的时候啊 真的那个花窗的那个图腾 就是很多现代他们在使用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花窗的图腾 或者是从我们三强 三强最丰富是什么地方 是金门 那这个花窗啊 是用石头 用砖头去磕什么地方 最多呢 就是澎湖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 你来做创意的时候 事实上它就代表了我们台湾的DNA 但是它必须要是一个国际的语言 它才会被人家来接受的啊 好 接着呢 像老子曰它就是用乌龙茶 它是以台湾红来包装行销到欧美啊 那接着呢 我们也推出台湾青这样一个颜色 什么是台湾青呢 大家如果坐飞机从上面看台湾 台湾整个岛是绿色的 海洋是蓝色 那就在这个岛的边缘 就是海陆交接的地方呢 那个颜色就是台湾青的颜色 那也就是台湾的本色 包括台湾的山跟包括台湾的海 那我们也用那个颜色呢 来做创作了很多的这个产品 那也是代表了整个的台湾 请大家看下面一张 这个就是台湾青的颜色 例如我们也创作一些阴阳碑啊 还有云盘 还有很多的这个产品 就是用这个颜色 那用颜色来代表一个国家 其实是法国社会之后 他们红白蓝 到哪里人家都知道 那是法国的颜色 好接着我们也可以用 各种不同的主题来做创作 例如左上角是一对蓝花 他右上角是用台湾的胶纸桃 加上台湾的金工 然后用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 动植物他去做 做很多的这个别针 那是蔡尔平先生 那蔡尔平先生他其实现在 美国他也有很多的这个 小售点 他也很受很大的欢迎 那他的特色就是他的这些创作呢 他是用一个雕刻的想法来做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服饰的饰品 他是立体的 而且非常大 例如他做了一只蜥蜴 然后我带到国外去一个晚会 我全部穿黑的就在这边挂了一个别针 那个蜥蜴不是挂在这儿而是爬在我的肩上 然后他的尾巴会到我的腰这边 那几乎所有外国人看都来问我 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就跟他解释这是我们台湾艺术家的作品 然后上面他都是有台湾的胶纸桃 那大家知道胶纸桃的颜色是非常鲜艳的 那我也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用在台湾这块土地生长 在生活了以后他体会出啊什么是可以代表台湾 但是他又有一个国际语言的 所以几乎这个美国有很多的议员 都有他的这个这个别针 甚至希拉瑞女士他也有一只 那他的特色他是学雕刻出身 所以他就用雕刻的这个方式来做很多的精工饰品 那例如我们这个右下角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他们所做的这个包包 他这个图层就是泰雅族的 那菱形呢在原住民的里面菱形是代表祖先的眼睛 那所以他们这个做出来也是非常的现代 那例如我们的这个琉璃珠 大家如果去罗浮宫参观那个埃及文物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很早期也都有这些东西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 他是具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的 好接着我们看 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东西呢来做很多的创新 那再来就是我们用兰花呢 我们也台湾的漆器他其实也是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主题 你可以用兰花你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做 好接着我们也在跟农委会结合 农委会选出八大酒庄 八大酒庄呢他们的这个瓶子 我们都请这个实践大学的设计学院 还有师大的设计研究所呢 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做的 那他们做出来都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你不会去想到的 例如他们有做一个 有一瓶酒呢 就是我们信义香的葡萄酒 然后去蒸馏变成这个40度的这个酒的时候 他就两瓶酒呢 他把它变成 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哑铃 然后他就起来就说喝了这个酒很有力量 那这是年轻的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 好我们在两庭院呢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也推动他们就是有纪念碑 例如这个就是玫瑰骑士去年的这个歌剧 那我们大型的活动我们都会做很多的产品 跟着我们的节目起走 好那今年呢我们也有做台湾百合系列 我们也有做很多的产品 那其实呢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呢 是以我们台湾的DNA来做推动的时候 它应该是要经过转换再来创作 而不是活生生的把一幅图贴在你身上 或者是什么东西放在你头上 这样叫做文化创意产业 那个是不对的 应该是说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要有所感受 你还要转化 然后你再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在这里面 例如文化服务 以表演艺术来讲 这个是展现最好的 例如我们这云门 无垢 汉堂 等等 还有幽聚场的 他们都是从我们古典的文学 古典的表演艺术里面 找到了一些元素 然后但是它跟现在的生活结合 然后它才去创作出很多的 武码 巨码 跟戏码 那这样子出来的东西 它绝对跟全世界各国不一样 但是它要表演 它必须要用一个国际的语会 就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展现出来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 那例如有很多的文学作品 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电影 或者是电视 在下面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电影 也必须要做一个国际的交流 接着我们曾经把台湾 博物馆的东西放在布拉格 在他们的国家 图书馆 博物馆展现出来 让全世界人能够看到台湾 另外呢 我认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这个正体制 华文繁体制 那有些人他会觉得 哇 这个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简体制 但是我认为 我们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化资产的时候 它的发展是无限量的 例如过去我们的国语中心 它所培育出来的很多 现在在全世界很多的外交官 他们都是在师大的国语中心学习的 但是好像我们现在都把它忽略掉 其实我们的繁体制 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化资产来发展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发展才是无可限量的 那另外呢 我们也必须要透过文化创业产业 把台湾的特殊的文化呢 让很多人能够了解到 让全世界人都能够认识台湾 那所以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台湾之美 那蔚兰的大洋中有一个美丽之岛 山谷中挥荡着原乡的歌声 部落间挥洒着祖林的缤纷 城市里流动着丰美的滋味 庆典时弥漫着锣鼓的喧嚣 这里就是我们的佛摩沙 所以这个台湾呢 用英文呢 我是跑到巴黎去出版的 因为这部书呢 他就是介绍《钻石台湾》的内容 那他是在法国出版 然后在全世界卖 那在Amazon就可以买得到 那我没有想到 我当时出版一个月里面 第一刷4500本就卖光了 那我为什么到巴黎去出版 因为很多人他要买台湾 介绍台湾 他没有来到台湾 他就买不到 所以我在全世界出版 那我认为大家对于台湾 都有很大的好奇心 当他们了解的时候 他们说哇 这么美丽的地方 像这个法国的戏剧界的泰斗 他来到台湾 他说啊 我来到台湾看到你们的人 这么努力的生活 这多美啊 所以处处都是 我要创作的这个灵感 像柏林爱乐的指挥 Summer writer 来到我们台湾 看到我们的户外场 看到年轻人 他是讲说哇 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年轻人 这么热情他还少见 当台下的人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再演奏 他说我不想离开呢 这就是说 其实台湾我们有我们的特殊点 可能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的国力 他是源自于很多的文化 好我讲到这 谢谢大家